大火狂烧 无情野火波及许多灾民 无助的神情看得出创伤后的他们 急需支援 慈激之工紧急发起慕心慕爱 原满了一台消防车之后 在接下来这个星期五 也会在重灾区新南威尔斯这边 再结缘一台 浮汇床大概231床来做被灾之用 澳洲慈激之工仍在台湾 心里的担忧不曾停下 把握机会分享最新救灾规划 核心会议的时候 莫本有提到一个就是一个救灾包 那我觉得这个构想也很好 就是说看现在要需要什么 我们先给它传救济包过去 这一回整整的业力挡不住 众生的工业 总是它一路冲 现在真正的要忍忍 要提起前程 所以前程用什么来表达 介绍 蓝天白云关怀的触角不断扩大 从2009年开始 西雅图慈激之工投入更生人关怀 更把静思雨静坐变成上课内容 也陪伴他们完成学业 迈向新生活 很多人是他们第一次有人为他们庆祝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这么正向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这样做了十年 做慈祭真好 因为忙忙忙 但忙得很欢喜 虽累累得很健康 所以那个身心灵 是如一的 各级四小 天下是大 所以觉得呢 也是有价值 传家宝坚定信念 面对今世的灾难 唯有靠心力才能用爱守护这慧命的家 带来新闻黄一轩 叶宜林 台北报